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正在走向灭亡时 Berndt Gombert感到自己仿佛躺在一个无法脱身的裂缝中 他现在在希望节告诉我们是什么拯救了他 借此,欢迎来到多特蒙德希望节 很高兴您能和我们在一起 欢迎你们来到多特蒙德伊万教堂 很高兴你们来到这里 有时我们站在我们生命的废墟前 太多的东西让我们崩溃 在邻里关系中 在工作 在婚姻 或在伴侣关系中 在家庭中 然后 我们只想让事情回归正轨 当我们意识到 我们应该感到责备时 这种渴望就更加强烈了 当我们伤害了别人 搞砸了一些事情 并意识到我们正是需要宽恕 当梦想破灭 我们问自己如何继续下去 这就是今天要讲的主题 我期待着我们与 米哈姆金和亚西亚 艾利克的对话 今天热烈欢迎我们的客人 企业家 发明家 Bernst Gombart Bernst Gombart 一个从小就对科技感兴趣的人 完成工程学位后 在职业上 他也很快获得了成功 成功是令人沉迷的 我的生活总是在快车道上 我这辈子获得过许多伟大的奖项 联邦功勋十字勋章 爱马仕奖 华尔街日报奖 鲁道夫迪塞尔金奖 在德国不会有更多了 可以说 这是诺贝尔工程师讲 这当然是非常好的 获得这种成功 并且得到承认 但危险在于 为了攀登下一座高峰 甚至再加一座的高峰 你会沉迷于它 我叫Gombart 我是一个工程师 企业家和发明家 我从航空航天开始 被允许在太空中 发射第一个机器人 我有机会以创业的方式 实时我开发许多创新 无论是在计算机行业 在汽车行业 还是在最终大型工业领域 我都建立了一个 非常好的工程师的声誉 我在14岁时 正式成为一名信徒 我也在14岁时受洗 而有意识地迈向耶稣基督 在某种程度上 你了解到这些基督教的世界 大的崩溃来了 我被引到一种创业前景中 失去了我所拥有的一切 这意味着 我失去了我所拥有的一切 生育 财富 最重要的 即使你作为一个伟大创新者 所拥有的骄傲 基本上这份骄傲也消失了 那天晚上我哭了 我真的到了一个地步 我想 我应该继续在地球上这样生活 感觉就像你坐在掉尽的裂缝里 如果你抬头看 然后天空看成一个很小的蓝点 你就知道了 没有人能再经过这里 没有人能再继续帮助 Bernd 当你看到你的人生故事时 你会感觉到 成功接二连三 你已经注册了大量的专利 获得了很多奖项 然而在你生命中的某个时刻 你来到了一个点 你认为 现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对于像你这样的工程师来说 你拥有全世界所有的技术知识 你却坐在一种裂缝中 你知道 我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走出这里 这意味着什么 是的 正如我描述的那样 这世界上是绝望 你可以尖叫 呼喊 装强 反正没人听到你 就是说 你与世界隔绝 你知道 实时如此 否则 你可能还有一个想法 甚至计划BCD 但之后就不再存在了 在那一刻 我实际上是按照一种冲动来祈祷的 我真的流泪了 说了这个严肃的祷告 我真的感觉到了上帝 在这次祷告中 上帝让我想起了 我已经忘记的 在十四岁时 收到的洗礼之言 我是主 你的上帝 我对你说话 不要害怕 我与你同在 并会帮助你 在那一刻 我别无选择 我说 我很高兴 我当然接受这一点 故事的美妙之处是 我实际上 一步一步地 在走上坡 这就是说 就像有人用绳子 把你拉出裂缝 不是立即 但是近一年的时间里 我实际上走出了这个洞 在此之前的某个时间 你故意背离了基督教信仰 是什么让你对信仰感到了困惑 事实上 信仰是一个非常个人的决定 然后它也必须是个人亲身经历的 对我来说 我更相信我的思想 一个人可以用新读圣经 或者用神学术语来说 就是训辱 然后你看看它背后的历史 和词语的选择 想知道 耶稣是否真的这么说 其他资料是否也这样看 等等 也就是说 一个人对圣经 一个学术上的要求 而不再是这个新的要求 这就是你的生活方式 你在一种系统上找到了上帝 你在自己的世界中 可以说是这样 但你并没有真正的 与个人生活在一起 这仍是一个差异 对我来说 这一点我意识到 我周围的人说的是一套 做的是另一套 然后我真的冲出了那里 说 我要关上这扇门 我不想再和这些虔诚的故事 有任何关系 我在做我自己的事情 我也非常成功 因此 我所做的一切 都真的成功了 在这一点上 回想起来 有时候我觉得 像浪子的故事 我独自离开了父母 然后真的 挥霍着我的天赋 你说 回想起来 你有时感觉 像这个浪子 从中我们会听到一些事 你因为基督徒的行为 而告别了信仰 在整个没有上帝的生活阶段 你是否会有时 会对他感到内疚 或者一些莫名其妙的 罪恶感 有趣的是 没有 这是眼不见心不凡 我们自己也知道 当你离开一个公司 一个家庭 或者其他东西时 你有自己的日常业务 和你的代办事项 上帝只是不在那里 当我接触到这个主题时 并不是说 我有什么反对上帝的东西 也不是说我成了无神论者或什么 不 上帝根本没有出现 因为我的自我 我的自我太强大了 所以我创造了这一切 我是成功人士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有这个自传 如果不可能或者门没有打开 那么我就对着门跑 直到它被打开 没有什么我能成功做到的 当然这也与我所说的自豪感有关 你的破产就这样被避免了 你一点一点的从这个裂缝中走出来 仍然作为企业家和工程师活跃着 但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仍然是成功的 信仰是如何改变你的工作的 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 更多的时候带着思考 我现在必须再读一些 而特别是旧约 总是相当的无聊 而不是真的刺激 有趣的是 我与上帝和耶稣有这种真正的活生生的关系是 对我来说 激动人心的事情实际上是旧约 我怎么也看不够 也读不完 然后我也注意到 它在本质上改变了我 甚至我的女儿们也在某个时候说 爸爸你变了很多 所以我不想说我变得软弱了 就像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 但我的观点已经完全改变了 而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过 现在上帝在驾驶座上 以前我手里握着方向盘 我加速 刹车 当然 这也是一种变化 我突然不做这些了 现在我不得不尽职尽责地坐在驾驶座上 等待上帝真的开走或停下来 或者其他指示 是的 相当精彩的人生故事 我们一会儿再来谈一谈这个问题 有时候确实是这样 你自己的生活最终走进了死胡同 这也是我们即将见到的 这位年轻人生活中的一段经历 你好 我现在在猪圈里面 想着我的生活 被朋友抛弃 没有钱 和住所 被我父亲瞧不起 我真的搞砸了 我父亲身体很好 我该怎么办 我要求继承我的遗产 假装我父亲为我而死 我只想离开家 享受我的生活 当然 最好有很多钱 当我父亲给我钱时 我仍然看到 他在我面前失望和受伤的表情 我呢 我搞砸了一切 我结交了一些 只对我钱感兴趣的朋友 直到有一天 一个都不剩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现在坐在这里 在一群猪中间 为赚钱而辛劳 真的值得吗 我太饿了 我在家里从来不爱饿 我的背疼 因为我得睡在坚硬的地板上 在家里 我有一张柔软的床 我很孤独 在家里 我有我的兄弟 我的父亲 和许多仆人 我想我应该赶 我应该回家 让我就很快跑开 现在 我很快就到家 在下一个弯道后面 有人站在那里 我想是我父亲 他手里拿着一些东西 一台望远镜 我想他看到我了 他举举手来挥挥 他把我认作别人了吗 谁知道他在等谁 现在他把望远镜扔掉 朝我跑来 我听到他喊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 你终于回来了 你认出了我 但他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他不记得我做了什么吗 现在他站在我面前 兴高采烈地搂着我 把我紧紧地抱住 最后 你终于回来了 我太高兴了 我的儿子 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从来没有想过 这样的反应 我不知所措 一直以来 我都担心我父亲恨我 我不值得 继续被称为他的孩子 而他做了什么呢 他等着我 拥抱我 多么爱 多么宽恕 我很清楚 我再也不会离开 我的父亲了 我在找食物 和一张柔软的床 我找到了爱 和接受 世界上还有什么 比这更伟大的吗 耶稣讲了这个故事 因为耶稣生活在东方 我想 带你从东方的角度 去了解这个故事 儿子走到他父亲身边说 请把我的遗产给我 当我们东方 有人这样对待他的父亲时 他表现出 对父亲的深深的 不尊重和漠视 就好像他说 我希望你死了 随后 这种父子关系 就会破裂 你让父亲感到非常羞愧 不仅是父亲 还有整个家庭 整个村庄 都会谈论他 谈论这位没有 教育他的孩子 儿子诅咒他父亲去世 这也是我们作为人的处境 我们常常 以同样的方式 对待上帝 我们宣布他死了 我们想过一种 没有上帝的生活 无神 以自我为中心 一个以表现 为导向的社会 早已被上帝 用其他的东西 所取代 儿子在这个故事中 实际上 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 他的遗产由他决定 虽然不体面 但从法律上讲 这不是问题 他打破了 他与父亲的关系 他离开了家 他在寻找自由 他想成为自由职业者 只是浪费了 从他父亲那里 得到的一切 钱其实不是他的钱 而是他父亲的钱 你和我所拥有的 来自上帝 因为上帝赐予我们 他给了我们健康 和理智 他每天都和我们见面 给我们天赋 儿子试图得到 别人的认可 但他尽可能远离家乡 他没有找到他想要的自由 而是变得依赖 最后和猪在一起 在我们的文化中 猪不仅仅是你家里的动物 而且它被认为是不干净的 一个人不能再跌倒了 你总是依赖某物 无论是依靠人 还是依靠上帝 我们经常放弃上帝赐予我们的东西 我们经常离开真实的东西 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个幻影 我们渴望人们的承认 从关系到关系 寻找只有上帝才能给予我们的东西 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寻求认可 拥有许多虚拟的朋友 并希望成名 以便拥有很多赚取钱的机会 但最终 我们只触及了空白 在国外 这个年轻人挥霍了他所有的一切 他别无选择 只能从农民家放牧株 他已经到达了一个再也无法应付的洞的底部 他离父亲越远 越深 就越沉默 他到了人生的低谷 不得不承认自己失败了 他再也不能活下去了 有时候 当我们离开上帝时 我们也有同感 但感谢上帝 这个年轻人 清醒过来了 我要回头了 我想回家和父亲在一起 他不知道父亲会有什么反应 他回去了 当父亲从远处看到他时 他朝他跑去 在我们的文化中 老年人不会跑 但是这个年长的男人 像疯了一样 跑过去 为什么 因为他爱他的儿子 他把他抱在怀里 他没有对他说 先去洗个热水澡 然后我们谈谈 不 他抱他在怀里 接受他 亲吻他 带他回家 因此 与父亲的关系 得到了恢复 与自己的关系 以及社会的关系 也恢复了 而正是在这种 在你我的生活中 当我们走到了尽头 当我们在地下室 如果我们失败了 那么只有一种方法 回到爱你 爱我有计划地给你的父亲 今天你可以迈出那一步 回到父亲的身边 他在等你 他渴望和你建立关系 来找我 他说 上帝想要你 因为你对他很有价值 父亲的爱不取决于你 或我的情况 这取决于他 取决于一个说 上帝如此爱这个世界 他派耶稣基督来 以便你我 可以来到上帝面前 你想见见这个爱你 亲切地关心你的父亲吗 我们让上帝感到羞耻 我们已经宣布上帝死了 但他爱我们 他爱你 今天你可以来找他 对你说 来找我 我的儿子 希望 因为上帝 每天都在等着你和我 亚希尔刚刚告诉我了我们一个 令人难以置信地感人的故事 一个完全失败的年轻人的故事 谁在生命的死胡同 意识到或记住了 人有一个爱我的父亲 Band 你以前说过 你可以很好的认同 故事中的那个浪子 你把这归因于什么 是的 回想起来 我真的感觉到 我的成功不是我的成功 而是上帝赐给我的 放在摇篮里 并在路上给予的东西 只有当你悄悄地审视自己 倾听 对自己诚实时 你才会明白这一点 在这时 你意识到上帝又接受了你 我也不能否认上帝的存在 因为奇迹 一次又一次出现 我不能用别的方式说 甚至我的员工也来找我说 嘿 老板 这里不对着很吓人 根本行不通 但它发生了 所以上帝 把我从世界各地的 许多诉讼中 解脱出来 不仅在德国 而且在纽约 也是如此 那些时候 没有人 无论是我的律师 都不能继续说 你和你的上帝在一起 那不可能是真的 是的 我可以这么说 我和我的父亲在一起 今天 回首往事 我要说 没有什么比掉进这个裂缝 更好的事了 当然 如果你自己处于这种境地 你并不觉得好笑 但回想起来 我不得不说 感谢上帝 这发生在我身上 亚写 我想再次引用到圣经的故事 它被称为浪子的故事 在这里 我问自己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浪子 这是一个关于我们人类 如何与上帝相处的 例子的故事 当圣经说 他迷路了 这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他是没有关系的 在这个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 爱这个儿子的父亲 这个父亲对我们来说 象征着上帝 没有上帝的生活 是一个迷失的生活 因为他想控制自己的生活 因为他想改变自己 这就是圣经中谈到的迷失 而在这个故事中 感谢上帝 这个年轻人回来了 但我认为最糟糕的迷失 是你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 死去 因为那样 你就永远迷失了 亚希尔刚刚在他的鼓励的话语中说 Miham 这样一个可敬的人 跑向另一个人 是不正常 如果这个故事是上帝 和我们人类之间的写照 那背后是什么 你怎么理解这个 上帝也会朝人跑来吗 这个故事的特别之处 在于他来自耶稣的心灵 这是他的故事 他发明了它们 所以他试图用这个故事 来描述一些东西 正如亚希尔已经说过的 一个东方人 特别是在那个年龄 从来不会跑 这是很正常的 这些非常刻意的例子 从耶稣选择的细节 只有一个目的 明确无误地说明 这个回来的男孩 是如何被接受的 父亲跑过来 拥抱他 亲吻他 然后叫他穿上长袍 这些都是耶稣在这个故事中 有意插入的内容 而每一个听到的人 特别是文化界的人 都惊呆了说 这里发生了什么 而这正是我们 真正需要记住 这个故事的地方 也就是说 耶稣在这里 想以明确无误的方式 让我们所有人 都能看到和感受到 上帝是如何看待我们的 他是如何看待罪人 如何看待迷失的人 以及当我们回到他身边时 可以期待什么样的反应 这个故事不是来自任何人 而是来自耶稣本人 一方面 当一个人背弃他的时候 上帝是完全悲伤的 父亲对儿子的离开很不高兴 然而 我们在故事中 没有听到一个拒绝 或者批评的字眼 他没有说 嘿 我们必须再谈一谈这个问题 但他为回来的儿子庆祝 为什么上帝是这样的 实际上这个故事 在东方文化中 是完全不寻常的 这个儿子 本应该用石头砸死 这就是为什么 父亲在村外迎接他 让他进入村庄 而人们通常不会庆祝一个这样的日子 但在这里 父亲想向社会发出信号 我感知到我的儿子 我接受他 因此社会也接受了他 这意味着 当我与神的关系得到恢复时 也是 我与邻居 和他人关系的恢复 发生在我生活中的这种变化 也使我的家庭受益 这就是信仰的践性 他反映了父亲的这种爱 与儿子的情况无关 他只显示了父亲对儿子的爱 他站在他身边 这就是为什么 在村里有这个节日 儿子的计划被挫败了 因为事情的结果与他的想法不同 还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伟大的爱 对生活的看法真好 当你意识到现在有点不对劲的时候 你会感到不可思议的解放 我们的音乐嘉宾也唱到了莫名其妙的关闭 和这种新的视角 这是萨巴斯迪安的《成功的失败》 她语换 疯 如果有尊敬的尊敬 而有尊敬的尊敬 你以为有尊敬的状态 有尊敬的尊敬 如果没有人理解 在生命和生命和生命的尊敬 你和生命的尊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ch habe lang gebraucht, um zu verstehen, dass ich da glaube, Wissen heißt, ohne zu sehen. Dass Vertrauen meinen Wesen widerspricht, doch genügt, um echt zu leben in deinem Licht. Und wenn der letzte Zweifel siegt und alles keinen Sinn ergibt, machst du daraus auf wundersame Weise einen gegnogenen Felschlag. Auch wenn es kein Verstehen macht, im Kampf um Leben und Tod in größter Not hältst du dein Wort und machst daraus. Oh-oh-oh, oh-oh-oh, oh-oh-oh-oh Und ein gelongene Felschlag, yeah Auch wenn es wieder verbockt hat 作詞曲 李宗盛 《圣经》中浪子的故事自从被耶稣讲述后 一次又一次地触动了人们的心灵 宗教和非宗教的 富有的 贫穷的 健康的 生病的 自由的 甚至被囚禁的 而这种影响也在反映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各种文学 音乐 歌曲和艺术中 最著名的例子可能是荷兰画家 伦伯朗的画作 他对浪子的描述 他是如何回来的 他的父亲在他回来时拥抱了他 今天仍然感动和触动无数人 这个故事本身其实并不那么特别 两个儿子中的小儿子反叛父亲 让父亲把遗产给他 然后带着钱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越远越好 只是为了在他的生活中获得更多的乐趣 而这种生活方式使他的遗产很快被挥霍一空 最后他和猪一起跌落了谷底 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 这个细节意味着 作为一个人 你不能再沉沦下去 使这个故事如此不寻常的不是儿子的行为 因为当时和现在一样 有很多罪人和有罪的人 那些做了不对的事情的人 跌落谷底 我们认为社会渣子的人当时也在那里 而今天也有足够多的人 使这个故事变得不寻常的是父亲的行为 他是让这个故事变得特别的原因 耶稣讲这段话是为了回答那个时代 宗教上层的一些领导人的问题 他们对耶稣和那些实际上 不能或不允许与上帝有任何关系的人 有如此亲密的接触 这一事实非常挑剔 非常不高兴 因为他们经常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而他们这样做事 完全不知道这样做是错的 那些在生活中有很多负罪感的人 因此 从一些领导人的角度来看 根本不值得与之打交道 特别是如果你把自己说成是神的人 那就更不可能了 这是耶稣经常不断面对的观点 这也是导致他讲述这个浪子的故事 通过这个故事 他想明确无误地把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宗教领袖 不理解或不想理解的东西 带到我们面前 也就是说 上帝对一个被别人写成有罪和迷失的人 赋予了什么意义 通过这个故事 他展示了上帝愿意为这个人回家而牺牲的东西 他自己的荣誉 他的地位 他的财产 最后还有他的生命 这个浪子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悔改的故事 这是一个概念 当我们生活的轨道上 也会反复听到 请回转 请回转 然后你做了一个180度的转弯 因为你意识到你走错了方向 或你在错误的地方结束了 当然也有很多可以说是关于悔改的事情 圣经中说了很多关于他的事情 但有一件事 我想在这里非常清楚地放在前面 不是因为我想 而是因为圣经中的故事 基督徒的悔改 意味着被允许回家 即使你搞砸了 即使你刚把你的父亲的车撞坏了 不必因为你考虑一个F 而不得不拿着成绩单 而感到害怕 基督徒的悔改 是知道我的家在哪里 不是半个仆人 或者半个儿女 而完全是神的儿女 知道谁在那里等我 以及我的家 是多么无条件地接受我 也许你自己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家庭 但这个家存在上帝那里 而且他向所有人开放 特别是那些需要这样一个家的人开放 一个允许你单纯存在的家 那里有真正的宽恕 没有错误被计算在内 在那里有温暖和笑声 在那里举行庆祝活动 只是因为你在那里 因为你的存在 在那里人们可以放开自己 因为价值不在 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而在于 我是谁 是神的儿子 而且因为我们作为孩子已经到家了 所以有这种庆祝活动 每个孩子 每个成年人 都渴望的家 在这一点上 我想演一个我小小的个人意识 在这次事件前 我特别问过我父亲 我是否可以讲述他的事情 而他的回答是 如果我的故事有益于福音的传播 这就是为什么 我想在他的允许下做这件事 我来自一个没有家的概念的家庭 每次庆祝活动 生日 圣诞节 复活节 周年纪念日 都是噩梦 因为别人有什么 我就没有什么 而这样一个家的决定性原因 是我的父亲 他来自一个非常不正常的家庭 他很聪明 高度敏感 但无法应对自己的情绪 他以一种非常非常暴力的方式 向我的母亲宣泄 50年的婚姻 有多次的厌遇 而他是我们家这样的原因 在那里我从来不觉得我被允许做我自己 我的父亲变老了 而我记得几年前的一天 我去韩国看望他 他全身蜷缩在壁炉前 看起来很沮丧 我走到他面前 问他 爸爸 怎么了 而他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火堆 然后说了一句话 让我很感动 米亚 当你身上有这么多污垢的时候 当你离永恒这么近的时候 你的膝盖就会弯曲 他已经八十多岁了 我坐在那里想 我应该告诉我父亲什么 作为女儿 我是否应该告诉他 哦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即使这根本不是事实 通过这个故事我意识到 我可以发自内心地告诉我的父亲 不仅作为一个女儿 而且作为一个神学家 发生了很多坏事 很多内疚都压在你的身上 当你回家时 我可以百分百地肯定地说 这位来自故事中的父亲 也在向你跑来 因为这就是我从这个故事中 听到的信息 无论我是否喜欢他 无论我是否觉得 他在神学上是好的 这根本不算数 唯一重要的是 耶稣用圣经中关于悔改 和罪孽的所有内容 明确无误地表明 无论谁来 无论谁回家 这位父神都会张开双臂 跑来迎接他 今天晚上我想邀请你们 无论你们在哪里 无论你们是谁 无论你们的生活如何 都要迈出这一步 走向家园 献给那位 你一生中寻找 并发现的神 祂已经在等待你 转向上帝 发现爱和接受 有一位跑来迎接我们的父亲 祂无限地爱我们 Berns 当你听到这些 还有Miham刚讲的 你会对一个现在说 我也怀疑上帝是否 真的爱我的人 说什么 他可以尝试着询问上帝 上帝总是会回答 俗话说 上帝离我只有一个祷告之要 我的精力任何人都可以拥有 他只需像往常一样 去做就可以了 但他甚至可以挑战上帝 可以说上帝结实也会显明自己 我非常非常确定这一点 我们还想为您提供迈出第一步的方法 Miham 谢谢你在刚刚的讲道中 谈到你的父亲的事 这表明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历过 事情被搞砸了 人际关系被打破 我们互相伤害 是什么让你和你的生活得到保证 上帝 这位我们一直谈论慈爱的父亲 在某个时候不会说 好吧Miham 这有点太过分了 就是这样 你和我 我们是行在不同路上的人 你如何确定 确定上帝不是哪样的 一方面 仅从圣经的历史发展来看 人们已经确定了上帝 如何对待他的以色列子民 你真的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上帝并没有拒绝他的子民 他惩罚了他们 有时还把他们放去流放 但他从来没有解除过这一盟约 忠心不足于是人 而是立足于神 这让我看到神是如何对待他的子民的 如果我是他的同胞 那么我也可以期待 而第二件事上 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十字架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能超过上帝 在耶稣身上做出了一个牺牲 这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这样是亵渎神明 无论我做了什么 无论我是怎样的人 我通过耶稣基督拥有的这种确定性 他为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人把我身上所有的污垢和罪孽 都带到了十字架上 并为之受尽的折磨 而且我们不能贬低这种牺牲的价值 我们不能说 我们不能说 我的罪比纪物还大 这根本不是事实 这是一个不断试图影响我们的声音 但这个声音 不是上帝的声音 你必须知道这一点 这个声音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 Band 在你的生活中 自从你开始与耶稣同行 是否曾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怀疑这种爱是否仍然适用于你 还是你绝对确定 因此 正如我之前所说 没有什么更好的事情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我到了家 俗话说 我从上帝那里得到的金戒指 又带回到我的手指上 而我 无法想象生活的其他方式 我已经意识到 有些东西 确实是相当重要的 我在生活中取得了一切成就 经历了很多 但我不能把它 任何东西 带入永生 我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 也将赤裸裸地离开这个世界 但有一样东西我可以带走 永恒的生命 而我只能在十字架上交换 我只能在十字架上 带着这个恩典 无论你在生活中做了什么 或没有做什么 没有人可以从你身上夺走永生 而这正是关键的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对希望 如此肯定 儿子在拿到遗产时 宣布他父亲死亡 你一开始就说了亚谢 这是人际关系中可能发生的 最糟糕的事情之一 人们宣布对方死亡 说 你对我来说已经死了 你曾经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时 你被你的家庭所抛弃 当你发现父神 在你的生命中时 你的感觉如何 而这是否治愈了你的家庭 在你身上留下的创伤 当我允许被第一次祈祷主导文时 医治就开始了 当我父亲对我说 你不再是我的儿子时 我失去了整个家庭 但对我的父亲 仍然是一个 也要依靠耶稣基督恩典的人 而且我每天都为他祈祷 但随后 来自上帝的承诺 他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每当我祈祷主导文时 我就在那里 找到我的身份和归属 而这实际上 就是给我的支持 当时和现在 而且他肯定也会带着我 走到明天 上帝看到我们 并以慈父的身份来迎接我们 因为他非常爱我们 因为他渴望我们 如果你今晚 想回到上帝身边 我们现在为你提供一个 非常具体的步骤 来做到这一点的方法 而亚歇尔 现在将向你解释 这一步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你已经有意识地 宣布上帝 在你的生命中死亡 也许你有意识地 过着没有上帝的生活 内心知道自己是空虚的 今天你可以和我一起 做这个祷告 今天你可以回家了 因为天父在等你 你可以恢复与神的关系 一个实际的方法 是通过祈祷 祈祷是与神交流 这个邀请不是来自我 而是来自耶稣基督 我想把这个祷告读一遍 然后你可以跟我一起祈祷 这样做 就是你要求耶稣 进入你的生命 祈祷词是这样的 主啊 我的上帝 感谢你盼望我回家 并爱我到现在 主耶稣基督 感谢你 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 承担了我所有的罪过 我承认你是我生命的主 从今天起 我想以我所事和所有来跟随你 感谢你 你已经接受了我 我现在完全属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如果你想和我一起祈祷 你现在就可以做 这可以让你从上帝开始 从耶稣开始 你真的可以回家 我再读一遍祈祷文 主啊 我的上帝 感谢你一直在我身边 盼望着我 并且爱我 主耶稣基督 感谢 你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 承担了我所有的罪过 我承认 你是我生命的主 从今天起 我想以我所事和所有来跟随你 感谢你 你已经接受了我 我现在完全属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如果你和我一起祈祷 我想告诉你 现在天堂里 有一场盛宴 希望的盛宴 因为你现在 与神在一起 在家里 我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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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负责我只负责 但你的爱我负责你 我负责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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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我负责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lles dreht sich, wenn du es lässt Mündels Licht zu nem bunten Strauß Und schickst es in alle Welt hinaus Du hast die Macht, hast die Kraft Die Seelenheit, Leben verleiht Du bist der Stern, auf den wir schauen Du hast die Macht, hast die Kraft Die Seelenheit, Leben verleiht Du bist der Stern, auf den wir schauen Der Welt, auf den wir schauen Ich fragte nur, dass das passiert Bis jeder und mich wohl kapiert Das Heilung nur bei dir geschieht Der Tod vor deinem Namen flieht Neben deinem Plan entspricht Und ein Verslöses für den Licht Auch wenn die Welt am Aufgrund steht Der Sohn, die Sünde überlegt Du hast die Macht, hast die Kraft Der Seelenheit, Leben verleiht Du bist der Stern, auf den wir schauen Der Fels, auf den wir bauen Du hast die Macht, hast die Kraft Die Seelenheit, Leben verleiht Du bist der Stern, auf den wir schauen Der Fels, auf den wir bauen Du hast die Macht Die Seelenheit, Leben verleiht Die Seelenheit, das ist eine größte Das ist eine sehr schöne Werte Das für alle, wenn Sie dann das Wort anwenden und und Sie sagen, das Wort und Sie sagen, wenn Sie das Wort selbst mitgesprochen haben, das zu Ihren allen, das gemacht haben Das ist wirklich, dass Jesus ist für Sie, ohne ohne wenn und und das aber Jesus ist nicht der Kontrolle Jesus hat nicht mehr diese Kontrolle und Sie verstehen, dass sie mehr über ihn, mehr über ihn über ihn, über ihn und wir müssen sie dranbleiben Ich beinahmisch 我们继续努力,寻找其他基督徒,重要的是,不要在自己身上解决信仰问题,而是要与他人分享。 如果你问自己,我现在该怎么做?我在哪里可以找到这样的人呢? 那我们将很高兴为您提供所在地区的人的联系方式,你可以通过显示的电话号码联系我们,我们的工作人员将很乐意倾听你的分享。 即使你今天的主题有疑问,那么也可以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很高兴与你讨论并分享,并为你投入时间。 如果在这里,太短的时间内提供了太多的信息,那么,您可以看我们的网站,hoffnung21.de,在那里,你可以有时间再次阅读所有的内容。 最后,我想对在镜头前和镜头后,为这个节目成功做出贡献的每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非常感谢在座的三位,Miham,Yashie,和今天我们的嘉宾,Gombat,非常感谢。 也感谢Sebastian和他的乐队带来的美妙音乐,非常感谢。 当然,也要衷心地感谢在多特蒙德伊万教堂的各位与我们在一起,非常感谢您的来访。 持守在盼望中,并接受神来的祝福。再见。